朋友们好,这期继续分享《穷小子》第102篇,记得订阅点赞评论哦! 丁长生低头思索着刚才万和平的态度,一时间没有注意,在下楼的时候差点碰到一个女人身上,哦,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没看见,丁长生抬头一看,面前的这个女人很面熟,但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了,于是低头想走。 丁先生,不认识我了吗?女人很是优雅地问道,你是?哦,想起来了,不好意思,我的记性不是很好,惠子小姐,你好,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丁长生这才认出来面前的居然是酒井惠子,没关系,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贵人多妄事吗?丁先生当然是贵人了,还有,这里也有我的原因。 酒井惠子抿嘴笑道,你的原因?丁长生一愣疑惑道,因为我还不够魅力,居然没有让丁先生过目不忘,这不是我的原因吗?酒井惠子笑盈盈的是说道,面对这么一个日本娘们,要不是丁长生知道她身怀绝技,还以为这是一个可以一亲方泽的美人呢? 但是潜意识里告诉她,这个女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搞不好就会被狠狠地咬一口。正是因为这样的警惕,丁长生渐渐迷惑的眼神立刻清明起来。 这也使得酒井惠子大吃一惊,在她的印象了,无论是本国的男人,还是中国的男人,还没人能逃过她涉人心魄的桃花眼,这种功夫是她这么门派独有的魅力。 专门用来诱惑男人,只要使出这种功夫,先有男人可以从她的眼睛里逃出去。 酒井惠子除了是空手道的高手,还是日本古老门派到花柳的高手,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得了花柳病伺的。 其实,这是一个修炼内心功法,然后通过自身散发出的气场来迷惑对方的一个流派,说到底就是催眠师之类的玩意。 但是,这要比催眠师要厉害得多。 虽然丁长生只是稍稍被刺激了一下,也没有意识到刚才酒井惠子的不寻常的地方,所以就没在意。 酒井小姐真是幽默,如果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丁长生不想和这个日本娘们有过多的交往。 丁先生,不用这么着急吧,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我记得丁先生答应我找个合适的地方切磋一下,我一直都在等丁先生的电话,但是丁先生好像忘了这件事。 哦,我没忘,只是最近太忙了,所以还是等有时间再说吧。 丁长生继续推托道,心想,这日本娘们怎么不知道什么叫客气啊,还真是拿这是当真了。 丁先生,我今天正好没事,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切磋一下如何。 这个,你不是来办事的吗? 没关系,还有其他人吗? 因为昨天松下重工被盗,我是来协助警方调查的,不过他们几个也可以的。 这个时候,丁长生才注意到几个原本跟在酒井惠子身后的人已经在楼梯上等着酒井惠子了。 丁长生本想拒绝,但是刚刚在万和平那里受了一肚子气,既然你这个娘们想找打,我也就不客气了,找个没人的地方,狠狠地打他一顿,也好消消自己内心里的火气。 那好吧,我在外面等你。 丁长生道,拜托了,我安排一下马上出来。 酒井惠子说道,转过脸去,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看来这个男人还真是不知道死活。 既然你有能力阻挡他和齐文秀的鄙视,那么就先拿你试试道。 过了五分钟,酒井惠子出来了,丁长生开着车到了院子中间,酒井惠子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 据我所知,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薪水是很低的,看不出丁先生还是很有钱的嘛,这辆车可是不便宜。 你怎么知道我是政府工作人员,你调查我? 丁长生脸色暗了下来,所谓知笔知己百战不殆,也是你们中国的话吧,我是在中国,按照中国的俗话办事,有什么不妥吗? 酒井惠子调皮地笑了一下问道,丁长生知道这个女人不好惹,但是没想到自己还真是沾上就甩不掉了,早知道自己是不会去替齐文秀出头的, 看来酒井惠子是没能和齐文秀一较高下,将账算在了丁长生的头上。 不知道惠子小姐想去哪儿?丁长生问道,我听说江都西面的翠华山上风景优美,但是这个时候好像是没有多少游客吧,我们去那里如何? 酒井惠子看了丁长生一眼,问道,既然惠子小姐早就定好了地方,那么我们去就是了。 丁长生无可无不可地说道,他想着,即便是酒井惠子是一个空手道冠军,但是这样的冠军表演的成分居多,所以不一定有多么厉害,而且即便是酒井惠子有其他的帮手的话,自己手里还有枪呢,根本不用怕他吧。 丁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请讲,难道除了比武之外,惠子小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一点私人问题。丁长生看了他一眼,没吱声。丁先生和齐文秀到底是什么关系? 却要为他出头。这个问题,我好像告诉过你答案,有在问的必要吗? 丁先生,我们现在坐在一辆车上,这就说明我们有缘分,我想彼此还是要坦诚一点比较好。 刚才你也猜到了,我的确是调查了你,所以你是齐文秀徒弟这件事,就没必要再装下去了吧。 酒井惠子虽然是笑眯眯的,但是语气里并没有多少客气。 丁长生笑笑,说道,既然你都调查清楚了,何必多此疑问呢? 而且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既然你敢向齐文秀挑战,你可知道齐文秀是谁。 丁长生不信酒井惠子不知道齐文秀的哥哥就是公安厅的厅长这件事。 你是说他的哥哥吗? 齐厅长?酒井惠子反问道。 丁长生疑惑地看了酒井惠子一眼,心想,既然你知道,你还要这么做死吗? 这是什么道理,要么你是对中国社会人情不懂,要么那就是故意的。 翠华山在江都市市区的西部,离市区大概十公里的样子。 所以丁长生开着车带着酒井惠子一路上了翠华山,为了方便旅游。 这几年,江都市政府在翠华山上修建了盘山公路,所以汽车可以一路开到半山腰。 但是在网上,就得不行了。 下了车,酒井惠子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探道,还是这里的空气好。 市区的空气太让人憋屈了,我感觉同样的体质,在这里住和在市区住,寿命要差十年。 这话有点夸张,但是丁长生也不得不承认,江都市区最近这几年污染的确是很严重。 这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要经历的阵痛,没办法,我相信日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只不过这是我们现在要经历的而已。 丁先生作为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想不到你还是一个高手,你能答应陪我过过手,我很感激。 酒井惠子下车的时候,从他的包里拿出来一截竹剑,只不过是折叠型的。 酒井小姐是空手道的冠军,难道今天要和我较量见到吗? 丁长生问道,人人都知道我是练习空手道的,所以比空手道,对我来说不公平,正像是我不知道丁先生最厉害的功夫是什么一样,这样比较起来,才显得比较公平些。 酒井惠子狡黠地说道,丁长生心里想,这个日本娘们心思还真不是一般的缜密,要是齐文秀和她比,还真是不一定能战胜她,但是自己是一个男人。 对方是一个女人,即便是胜了,也有点胜之不无。 好吧,你看在哪里开始比较好。 丁长生点点头问道,再往上走走吧,这个地方是停车场,虽然现在没人,但是不代表待会不会来人,我希望这是一次没有别人知道的比赛。 酒井惠子说完就开始沿着台阶向山上走去。 过了十分钟左右,在山坡上有一处相对缓和一点的地方,酒井惠子站住了身形,说道,就这里吧,不知道丁先生用什么武器。 我? 丁长生看了看周围,伸手从旁边的矮树上折断了一节枯枝,用手试了试,还有点弹性。 就这个吧,惠子小姐,我们点到为止如何。 酒井惠子脸色一寒,不带丁长生做出什么反应,便说道,当然。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一极快地伸法向丁长生袭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只有一尺多长的竹剑在他的刻意抖动之下,瞬间变成了一米多长。 相对而言,丁长生手里大的枯枝,却是短了很多。 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在武器上,丁长生完全不占上风,要是比试相互刺杀的话,丁长生的枯枝还没到酒井惠子,估计他已经被酒井惠子刺穿一个窟窿了。 所以面对酒井惠子直来直去的刺杀,丁长生能做的还是利用太极十三世里面蕴含的道理。 太极十三世讲究的是以柔克刚,那么在他这里,手上的武器就变成了蛇一样的柔软。 当枯枝接触到酒井惠子的竹剑时,丁长生一面侧身躲开竹剑的剑剑,一边用枯枝缠住了竹剑,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搅动起来。 这样,酒井惠子一击不成,想要撤回去时,手里的竹剑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在挣扎了瞬间之后,丁长生也不敢用很强的力道强制留住竹剑,因为枯枝就是枯枝。 他担心一下子用力过猛将枯枝折断,那接下来就没得打了。 可是酒井惠子貌似不领这个情,就在丁长生想要利用化解竹剑的力道将酒井惠子推出去时,只见酒井惠子眼神一变。 手上的竹剑瞬间像是脱了壳一样,里面露出了金光闪闪的铁柱剑身。 丁长生虽然一再小心,但是还是被吓了一跳,要知道自己手里的就是一节枯枝而已,而对方手里却是金光闪闪的针剑,这要是插在身上,肯定是要被穿一个窟窿的。 虽然明明知道小鬼子狡诈,可是这般狡诈还真是让丁长生彻底见识了,但是事到如今,想退是不可能的,因为酒井惠子已经像是一条毒蛇一样附了上来。 丁长生只能是且战且退,但是退到最后,他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片山坡对人相对缓和,可是也就是几十米的距离,再往外却是一片断崖,对于他来说。 这个地形他完全不熟悉,地方是酒井惠子选的,看来自己虽然万分小心,到底还是找了酒井惠子的道了。 看到丁长生已经退无可退,酒井惠子阴险地一笑,双手举剑,继续向丁长生赐去。 不得不说,酒井惠子脚上的功夫还是有的,因为即便是丁长生,都来不及掏枪,可见酒井惠子的身法有多快。 所以丁长生手上依仗的还是那一截哭枝,所以当酒井惠子一剑对着丁长生赐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丁长生的确是利用了哭枝,不过却是用哭枝作为自己全身力量的支撑,哭枝点在地上。 而她的人则借助哭枝的弹性一跃,堪堪躲过了酒井惠子的致命一击。 这个时候,哭枝不堪重压,喀啪一声断成了两截,但是相对于丁长生的哭枝断裂。 酒井惠子却是步入了生死边缘,因为用力过猛,所以她的重心一下子把握不住,对着断崖就冲了过去。 虽然酒井惠子及时收身,但是还是冲到了断崖边上,与此同时,虽然脚站住了,可是因为惯性的缘故,她的上身还在不停地往前跑,所以姿势很优美地向断崖下栽去。 虽然丁长生恨不得酒井惠子掉下去摔死,可是她是跟着自己来的,这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自己还是要负责的,尤其是酒井惠子还是一个日本人。 恐怕自己免不了要卷入外交纠纷里去,当然了,这是后来想的,当时出于本能,丁长生在自己落地后,还是一把拽住了酒井惠子的脚踝,快拉我上去。 低头一看下面几十米的石崖,酒井惠子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是被丁长生给拉住了,否则掉下去的话,自己很可能就被摔死了。 等会,我这不是在使劲吗?等一等,我倒倒手。 丁长生本来是坐在地上的,但是为了惩罚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娘们,硬生生拽住酒井惠子,让他倒挂金钩倒了一分多重。 虽然酒井惠子穿的衣服不少,可是女人的习惯是不将贴身的衣服扎进腰带里。 所以这么一来,酒井惠子的衣服都随着地球的引力向下垂去,一直到蓝色的如照应入到丁长生的眼帘。 雪白的几幅让丁长生有点炫慕,可是他这时没有心思去欣赏,反而是想让酒井惠子就这么吊着,好好的动动他。 你磨蹭什么呢?快点啊! 酒井惠子在下面努力抬头,想看看丁长生在干什么,但是一点都看不到。 睁开眼就是下面黑曲曲的石牙,看久了就会眩晕。 过了一会,丁长生的气喘云了,猛的一使劲,将酒井惠子贴着石牙的边拉了上来。 在这过程中,他听到了丝薄碎裂的声音,不用说,酒井惠子的衣服在石头上挂烂了。 果然,等酒井惠子上来之后,他的上身衣服基本上都被撕裂了,好像刚刚遭到了强盗一样。 但是此时的酒井惠子却没有功夫理会这些,后怕地扭头看了看身边的断牙,不由地向里面挪了挪自己的身体。 找这个地方,找得很辛苦吧。 丁长生点了一支烟,冷冷地看着酒井惠子道。 什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酒井惠子文言抬头道。 不是吧,你要是爽快地承认了,我不怪你,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但是要是做了不敢承认,那我还真是看不起你。 丁长生抬头看了看山吓道。 丁先生,无论你怎么说,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是胜利者,我们就是信奉这个,失败者是没有权力发言的,所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酒井惠子脸色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刚才因为倒挂的缘故,他的脸上充血得厉害。 看来你是承认了,那下面那几个人也是你的人吧。 丁长生指了指他们刚才停车的地方说道。 不是,我们来这里没人知道。 酒井惠子朝停车场看了看否认道。 丁长生也只是看到了半山腰的停车场有几个人,没有望远镜,看不到那些人是谁,所以猜测是酒井惠子的人。 可是那些人好像没有上山的意思,只是呆了那么一小会,就开车走了。 这倒是让丁长生感觉很奇怪。 你看清了,那是他的车。 白开山坐进车里问道,还不时地看看后面跟着过来的车问道。 白爷,没错,他前天才开着这辆车到我们那里吃过饭,我岂能不认识他的车。 张震堂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倒是奇怪了,我们来这里也是临时起义,没有人知道啊,这会不会是巧了。 白开山叼着烟斗问道。 很有可能,我查过,这辆车不是他的,而是属于磐石投资公司的,很可能是那个女人的。 只不过他开着玩的,看来是带着那个女人到这山上来玩的。 嗯,得了,回头和老赵好好解释一下吧。 白开山释然地说道,你去哪儿,我送你。 丁长生看着一身破败的酒井惠子,要是按照他的脾气,掉头就走。 娘的,不带这么算计人的,自己原本一点恶意都没有。 可是这个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算计自己。 丁长生从内心里算是恼火透了。 你当然要把我送回去,你看看我这样子怎么见人。 酒井惠子不无称怪地白了丁长生一眼说道。 丁长生内心一灵,赶紧转移了自己的眼睛。 这个女人眼睛里那种勾人的力量可不是丁长生能受得了的。 再说了,现在的酒井惠子衣服破烂,虽然丁长生很想看,但是在他面前,还是要把中国男人的清高端起来,否则的话就是丢中国男人的脸。 丁长生发动了汽车,酒井惠子这回坐在了后面,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很是狼狈。 坐在前面白白便宜了这个男人,前面进市区了,你到底去哪儿?丁长生问道,送我回家吧,我家就在前面不远了。 酒井惠子说道,按照酒井惠子指的道路,不一会,就将他送到了小区门口,但是酒井惠子不下车,说道,你就让我这么进去吗? 丁长生无奈,只能是将车开了进去,但是开到了楼下的时候,酒井惠子说道,丁先生,请把你的上衣脱下来,借我穿一下吧,这人来人往的,我这样下去不好吧? 那我怎么办?丁长生一愣,问道,你一个大男人家,这点洞还扛不了吗?跟我上去,进了我家,我就把衣服还给你,你就可以走了。 酒井惠子说得很认真,眼底清澈,丁长生看不出一丝的阴谋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这样了。 丁长生将外套借给了酒井惠子,跟着他上楼取自己的外套,于是到了酒井惠子家门口时,丁长生想要要回自己的外套,可是酒井惠子开开门,竟然穿了进去。 无奈,丁长生也只能跟着进去了,进去之后,丁长生才发现酒井惠子的家真是奢华到了极点,单单是客厅里那套沙发,看上去就得值不少钱,看来这个酒井惠子还真是一个有钱的主。 丁先生,随便坐,酒井惠子指了指沙发道,算了,我这也算是送福送到西了,给我外套,我该走了。 既然到了我这里了,我又不是老虎,你有必要这么躲着我吗? 再说了,你们不是有句话叫做不打不成交吗? 我们日本人最佩服比我们强大的人,说实话,我开始有点欣赏丁先生了。 酒井惠子虽然脱下了丁长生的外套,可是并没有还给他,而是放到了离丁长生不远的沙发上。 交朋友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实在是有事,所以不奉陪了。 丁长生起身要去拿自己的衣服离开。 这样吧,丁先生,我的车没开来,这里打车也不是很方便,我换个衣服,你把我带到街上,这样可以吗? 酒井惠子说道,这个,那好吧,不过请快点,我真的赶时间。 丁长生道,他当然不是赶时间,而是赶到这里不安全,其实是因为不想和这个酒井惠子打交道而已。 要是按照他以前的脾性,巴不得和这个女人有一腿呢,但是他实在是看不透这个女人,所以本能地想躲得远一点。 酒井惠子说完走进了卧室,片刻之间,就将自己脱的寸缕皆无,站在衣柜的穿衣镜前。 慢慢地,他的眼睛充满了雾气,那个样子真是楚楚可怜。 这副我见尤莲的神态足以秒杀一切男人。 过了一会,他终于从这种神态里神优回来,这就是道花流的本门秘籍,对付男人无往而不利。 因为丁长生是一个男人,这是施展女人魅力的最佳对象,而且通过这几天对丁长生的调查,发现丁长生和谢氏集团的千金小姐谢赫阳关系非同一般。 这也是酒井惠子刻意接近丁长生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所谓金天比武,不过是一个幌子,但是这里面也有两手准备。 一个就是酒井惠子能将丁长生制服,那么剩下的事就好办了,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可以对丁长生喂食一种道花流自己配置的毒药,不怕丁长生不听他的指挥。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不能制服丁长生,那么只有自己亲自上了,他相信,以他到花流大弟子的手段,足以让丁长生对他死心塌地,反正是为了完成任务,牺牲一下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门外的丁长生却等得着急了,不断地看表,换个衣服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丁长生拿过自己的外套,刚刚套上,卧室的门打开了,让丁长生感到意外的是,开门出来的酒井惠子穿戴一点都不像是要出去的样子,因为他穿的是一套日本传统的和服,这让丁长生感觉很意外。 虽然心理提高了警惕,但是不得不说,中国女人即使是穿上和服,也装不出日本女人那个气质。 日本女人穿上和服后的那个样子,和丁长生平时看的岛国电影里的女人一般无二,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走路都是半步半步地走,生怕是踩到蚂蚁似的。 惠子小姐,你这是要参加什么活动吗?丁长生愣愣神问道,怎么,我在自己家里就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吗?丁先生,你到过我们国家吗? 酒井惠子拧嘴一笑问道,没有,没去过。丁长生暗暗地将自己咬住了自己嘴唇的内侧,这样疼痛能使得他时刻都保持着清醒,以免不知不觉间被酒井惠子勾住。 这是我们的传统服装,即使是在日本,不是很重要的场合,也很少穿了,所以我猜想,丁先生一定没有见过真正的日本女人穿和服的样子吧。 酒井惠子替丁长生斟了一杯茶后说道,见过,经常见。丁长生回答道,是吗?在哪里?酒井惠子不解地问道。 电影里,丁长生玩味地笑道,我本以为丁先生这样级别的官员,一定是非常正经的绅士,哪有你这样对待女人的? 酒井惠子称怪道,惠子小姐,你理解错了,我真是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穿和服的女人,的确很美丽。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的女人,日本女人嘛,看看还可以,至于其他的,我没有兴趣。 丁长生说完,站起身要走。 酒井惠子脸色一变,自己还没有开始施展功法,这家伙居然要走了,是看出来什么了吗? 丁先生,你这是要走吗? 是啊,我看出来了,惠子小姐没有要出去的打算了,所以我继续待下去,貌似没有什么意义了。 丁先生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一个人在中国,平时也是孤单一个人,好容易遇到像丁先生这样的男人。 我很好奇,也很想和丁先生深入地交流一下。 但是看起来,丁先生好像不把我看在眼里,能躲就躲。丁先生,我哪里做错了吗? 酒井惠子施展自己的魅力,将自己的全部力量走集中到了眼睛里。 只要丁长生和他对上眼,酒井惠子有把握将丁长生留下来。 果然,丁长生本来还是很警惕的,但是当酒井惠子说得这么可怜时,丁长生不由自主地看了酒井惠子一眼, 想要解释一下自己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就那么一眼,就被酒井惠子的眼睛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的眼睛里好像是有磁石一般,让丁长生想要挪开自己的眼睛,都没有办法挪开。 此时的酒井惠子不再是那个有着绝顶武功的女人,而是一个身穿和服, 站在门口等待着丈夫下班回家的女人,眼睛里全是柔媚,不带一点的杂志。 更令丁长生喊道血脉奔章的是,看着看着,酒井惠子居然开始解开自己的衣服。 于是丁长生看到的是,酒井惠子在他的面前,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了。 而且,酒井惠子羞涩的样子使得丁长生肯定这是这个女人第一次这么面对男人。 酒井惠子的手轻轻地抓住丁长生的手,将他引导向自己的身体。 好像这一切都要水到渠成了,可是这个时候,丁长生的手机铃声尖叫起来,把丁长生一下子从梦幻里拉了回来。 在看酒井惠子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样子,衣服板板整整地穿在身上,哪有一点暴露的地方? 这让丁长生从刚刚的迷惑中惊醒过来。 这样厉害的眼神,差点让丁长生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惠子小姐,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丁长生说完,扭头就走,下了楼之后才拿出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一看,原来是柯子华打来的。 喂,丁长生,你这个家伙太不仗义了,说好的,我们一起去围捕阁虎。 你这个家伙为了抢工连命都不要了,接通电话就是柯子华的瞎叨叨。 好了,华子,这是事我不对,不过当时真的是临时起义,对了,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一命,要不然哥们刚才就陷入万劫不复了。 丁长生喘息道,啊,怎么了,你小子是不是偷人家媳妇被发现了? 柯子华在电话里大喊道,因为这个时候他看见吴雨晨走了过来,于是说话更加地大声了。 柯,差不多吧,见面再说吧,我这就过去,你在哪里? 丁长生问道,我能在哪里啊,还不是在培训吗? 对了,我在校门口的咖啡厅等你吧。 长生,你慢点开,我不着急。 柯子华说道,果然,看到柯子华大声地打电话,吴雨晨就走了过来,待柯子华提到长生时,吴雨晨确定刚才柯子华肯定是和丁长生通的电话,于是上前问道,怎么了?丁长生出什么事了? 和别人老婆那个,被逮住了,柯子华坏坏地笑道,什么?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真是败类,他在哪儿? 吴雨晨一听,丁长生居然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恨得牙根痒痒,这时他是深有体会,自己父亲和那个歌舞团的团长不清不楚,这件事让他很是没面子。 所以,他很恨那些破坏人家家庭的人,连带着恨上了丁长生。 哎,这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着玩呢,你可不要当真啊。柯子华一看这下麻烦了,本来自己就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看来姓吴的小妮子还真是对丁长生上心。 去你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啊,你说不说,他在哪儿呢? 吴雨晨看向柯子华的眼神开始变得冷起来,那个,待会他会到门口的咖啡厅去。 柯子华说道,听完柯子华的话,吴雨晨再也不看他一眼,转身就往门外走去。 要说柯子华这小子也是够缺德的,既然吴雨晨这个样子去找丁长生。 哪会有丁长生的好果子吃,你倒是给丁长生报个信啊,但是这家伙居然还像没事人似的。 不过他是不去咖啡厅了,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待会很可能会有一场血战。 咦,你怎么在这里? 大中午的咖啡厅里没有多少人,所以丁长生一进门就看到了咖啡厅角落里的吴雨晨。 而这个时候,吴雨晨也看到了他,但是丁长生没看到柯子华这小子到哪里去了,还以为他去洗手间了呢? 看到我很吃惊吧,这段时间你忙什么呢? 我听起老师说,厅里特批你这段时间可以不培训,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吴雨晨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关键是丁长生对于吴雨晨的态度没有往心里去。 嗯,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怎么了?柯子华呢? 没看见,丁长生,你忙得很啊,是不是忙着给人家戴绿帽子了? 吴雨晨喝了口咖啡,慢悠悠地说道,但是这话一出,丁长生就意识到今天哪里不对劲了。 吴雨晨平时可不没有这般定力,仔细一看吴雨晨,发现他端咖啡杯的手有点发抖,而且因为几根手指捏咖啡杯过于用力,他的手指已经没有半分血色,苍白得很。 你怎么了?丁长生看了看周围,发现没有其他人,于是低声问道。 回答我的话,吴雨晨强压着自己的愤怒说道,你这是听谁胡说八道啊,我找柯子华有急事,是关于那个通缉犯阁虎的事,这件事你该听说了吧,前晚被我击毙了这段时间,就忙这件事了。 丁长生试图转移吴雨晨的注意力。 继续装,我问你,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找其他女人了,是不是破坏人家家庭了? 吴雨晨虽然很愤怒,但是还没有失去理智,所以低下头,探过身体来,盯着丁长生,一字一句地问道,天地良心,我是那样的人吗?你可真能开玩笑。 丁长生道,为了配合吴雨晨的说话,丁长生也是身体前倾,但是没想到这样一来,自己算是掉进坑里了。 我看你就是那样的人。 吴雨晨一看丁长生生过来的脸,也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故意,反正将咖啡杯一扬,一杯的咖啡都泼在了丁长生的脸上,这下倒是把丁长生泼得一下子愣住了。 吴雨晨泼完丁长生也感觉到自己做得过分了,自己是他什么人啊? 人家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管自己什么事啊,自己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丁长生虽然愣了一下,本来想发火呢,但是意识到这里是咖啡厅,虽然人不多,但是一旦自己嚷嚷起来,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大,所以万万不能在这里发作。 于是抽了一张桌子上的纸巾,胡乱在自己脸上擦了擦,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开了。 丁长生这个表现倒是让吴雨晨感到不知所措了,于是扔下一百块钱,紧跟着丁长生就出了门,看到丁长生上了车,他也是一把拉开副驾驶的门,钻了进去。 丁长生一边拿纸巾,继续擦着自己身上的污渍,看都没看吴雨晨,说道,吴大小姐,请下车。 我还有事要办,没功夫陪你玩,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我信你,这件事都怪柯子华那个混蛋。 他告诉我说你被人家堵在床上了,你说这是谁听了不恼火,我这是关心你,所以你不要生气了,都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吴雨晨心里也是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哦,不不不,我可不敢要你道歉,你还是算了吧,你是谁啊,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并不欠我什么,反过来呢,我也不欠你的,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我做了什么事也和你无关。 丁长生,你真是这么认为的吗? 吴雨晨凤木瞪的滚圆,眼睛里还有淡淡的潮气,这让丁长生感到很不忍心,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女人,她是惹不起的,慢说完都不能玩,即便是有那么点思想倾向,自己都得惹一身的麻烦,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断了她的念想。 丁长生,今天这里没有别人,虽然我平时大大咧咧的,但是我也是一个要连面的女孩子,我今天就豁出去了,我问你,你喜欢过我吗? 吴雨晨说完看着丁长生,眼神里充满了期望,但是希望后面全是满满的紧张,这一点丁长生看得清清楚楚,我都说过了,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的心意我懂,但是我真的没有动过那个心思,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丁长生看了她一眼后,就扭头不看她了,在她心里不住地骂道,奶奶的,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到处命犯桃花,刚刚是那个酒井惠子给她下套,好容易摆脱了,现在又来了个吴雨晨,要不是知道吴雨晨不可能替酒井惠子做事,他都认为吴雨晨时酒井惠子派来的。 可是,我喜欢你,怎么办?吴雨晨不依不饶地说道,这是你的权利,我没办法,但是不喜欢你也是我的权利,不是吗? 丁长生将一个个纸团扔出了车外,面无表情地说道,你说谎,你是喜欢我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盯着我看,那个时候我很想抽你,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喜欢你, 但是我认为,那是我们缘分的开始,既然你不喜欢我,那你干嘛不敢看我的眼睛,你转过脸来,看着我的眼睛,你敢吗? 吴雨晨即将道,丁长生也是想尽快让吴雨晨死心,于是真的转过脸来,看着吴雨晨的脸,七楚。 看到吴雨晨脸上的表情,丁长生莫名地想起了这么一个词,脸上七楚的表情让丁长生也是为止一呆,吴雨晨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是还没有落下来,就在眼眶里打转,丁长生实在是不忍心,于是想扭头回过身去,可是还没等他掉头,他的脸就被一双小手捧住了。 而且,这还不算完,吴雨晨的弹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印在了他的嘴唇上,可是在看吴雨晨,闭上了眼睛,两行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滑落了,而且还落进了俩个人僵持不下的嘴唇上。 正当俩个人如胶似膝,难分难解时,丁长生的手机响了,虽然吴雨晨很不情愿,但是再继续下去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于是退回了自己的手, 在这里的座位,丁长生掏出来一看,居然又是柯子华打来的。 什么事?丁长生没好气地问道。 那个,我临时有点失去不了了,改天再说吧。 柯子华心虚地说道。 好啊,那就改天吧。 喂喂,哥们,你没事吧? 柯子华一听,丁长生没有发火,好像没什么事似的。 没事啊,怎么了? 哦,是这样,那个吴雨晨好像去找你了,你小心点,我看那丫头态度很不好,不过,这件事真不赖我,算了,没有就好,你快点走吧,千万不要遇到她啊。 柯子华在手机里又叮嘱道。 好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啊? 丁长生生气地挂了电话,一时间,车里的气氛有点诡异,如果这层窗户只不捅开,那么两人不会有现在的尴尬,可是现在呢? 两个人都这样了,还真是不好说什么了。 你去哪儿,我下午没事。 吴雨晨率先说道,丁长生心里暗暗叫苦,你是没事,但是我该怎么办,我要是说自己有事,明显的是想吃干抹净算完,好在是还没有干其他的事,就目前是的事也够他招呼的了。 要是说没事,那么下午这么长时间,自己该怎么办呢? 怎么,你有事啊? 吴雨晨看了看为难的丁长生问道,没,我也没事。 丁长生本来是想说自己有事,但是话到嘴边改成了没事,真想抽自己一巴掌,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是没办法收回来的。 那,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我好长时间没去看电影了。 吴雨晨说道,买票,选座位,买零食,还一个劲地问丁长生喜欢吃什么,丁长生只能是抱以微笑,吃什么都可以,你买什么,我就吃什么。 这本是一句实话,但是却换来吴雨晨的一记娇称的白眼,看得丁长生有点毛骨悚然,看惯了吴雨晨的娇横不讲理,他咋一扮演淑女,搞得丁长生倒是有点不知所措了。 虽然有点花痴,但是好在还是个美女,而且丁长生想起他穿着女交警制服的样子,一时间还真是有点心动了,你经常来这里看电影吗?丁长生弱弱地问道,对啊,怎么了? 吴雨晨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说道,没事,看你对这里很熟。丁长生也捏了一个爆米花,填在嘴里咀嚼着,废话,实话告诉你吧,这家影城有我的股份,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闲来无事,我都是在电影院度过的,在家里没意思,还不如在这里看看别人的喜怒哀乐好呢。 吴雨晨好像是受到了深刺激似的,将爆米花筒放在了身边,一转身,抱住了丁长生的胳膊。 哦,这样啊,对不起,我不该问那么多,丁长生善善地说道。 突然间,丁长生很想抽自己一巴掌,怪自己嘴贱,看来今天和吴雨晨的事,要是想脱身的话,实在是有点困难了。 我知道,在外人看来,我爸爸是江都市的市委书记,还是省委副书记,我们肯定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实你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一点都不比平常人舒服。 当然了,物质生活是好点,但是精神世界里的煎熬是平民百姓不知道的。 吴雨晨悠悠悠地说道,这次她的头低下去,紧紧地依靠在丁长生的肩膀上。 丁长生砸吧砸吧嘴,没说出什么来,而且好像今天最适合的就是做一个听众,因为吴雨晨的话真的很多。 我妈和我爸爸是离了婚的,离婚的理由想必你也知道,外面那些传闻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她是我爸爸,我没办法,只是苦了我妈妈。 吴雨晨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当然了,丁长生是看不见的,可是她听出了吴雨晨的抽叶声。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这算是好的了,想见的时候还能去见见他们,不想见就拉倒,我就比较惨了,他们都不在了,我想见的话,只能是到天上去找他们了。 丁长生叹息道,祥林嫂的序道让人受不了,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是,每一次序道,都是对就伤疤的一次揭开,听的人很烦,但是说的人是很疼。 向人说了很多次,丁长生已经麻木了,已经找不到那种疼痛感了,换之的是麻木。 对不起,我没想到你,无所谓了,领导都知道,我这个人拼命,遇到时就知道往上冲,你知道为什么吗? 丁长生问道,吴雨晨抬起脸,这个时候眼睛已经适应了电影院里的黑暗,面对面看得很清楚,当然,脸上的雀斑除外。 为什么?吴雨晨问道,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牵挂的人了,我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说实话。 我真的很想被人一枪打死,那样,我还落得一个劣势的称号,但是我不敢想象孤独钟老是个什么滋味,我死了,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不死,反而是一种煎熬。 丁长生说得很沉重,有时候人害怕黑暗,是因为黑暗里有自己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当确定黑暗里没有危险后, 黑暗反而是一种掩护,人也只有在黑暗里才能敞开心灵,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教会的忏悔屋就是这个道理。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难道我不能成为你牵挂的人吗? 吴雨晨急道,他的手紧紧抱住丁长生的胳膊,生态一松手,他就跑了一样。 吴雨晨,说实话,我开始的时候很讨厌你,因为你们是官二代, 好像是处处高人一等的样子,对于你们这样的人,我就是敬而远之,但是后来吧,我看你还是挺可爱的。 那当然,本姑娘可是将都第一,哎,算了,丁长生,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想,至少我担心你。 吴雨晨抬起脸,说道,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此时他们的唇离得那么近,两人呼出的空气里弥漫着爆米花的味道。 我这个人毛病很多。 丁长生道,我知道,哪个男人没有毛病,要不然怎么叫做臭男人呢? 吴雨晨说道,丁长生与气为之一致,真是服了他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这话真是没错。 可是,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沾花惹草。 那是你的本事,证明你有魅力,我爸爸也沾花惹草。 在我眼里,他虽然对不起我妈妈,但是他就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我见过那个女人,柳生生,歌舞团的团长,长得确实不错。 哇,你这么开明,在女人里,真是不多见啊。 丁长生心里一松,赞叹道,但是,要是让我知道你沾花惹草,我就淹了你。 丁长生的窃喜还没有消退,吴雨晨的一句话将他吓个半死。 哎,早知道那就是这样说,但是你知不知道在你之前也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丁长生说道,谁啊? 吴雨晨一愣问道,但是随即又明白丁长生的意思了,于是问道,不是周鸿琪。 嗯,你知道的,上次我们一起去过罗东丘的会所,我当时和你哥哥打了一架,你不会忘了吧? 丁长生叹道,你的意思是我和你的事不能让他知道。 吴雨晨脸色飞红地问道,呵呵,好了,不说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别的,还是算了。 丁长生欲擒故纵道,哼,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做小? 吴雨晨的话一出口,丁长生刚刚喝了一口果汁,全部吐了出去。 可嗨嗨,哎,我说,你以后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啊,什么大了小了的? 丁长生强忍住笑问道,那你什么意思? 不过呢,想想也是,周鸿琪那丫头心高气傲的,平时连看都不看我哥哥一眼,眼睛都长到头上去了。 你说我要是和你好了,算不算给他戴绿帽子? 吴雨晨的逻辑简直是无与伦比,听得丁长生一愣一愣的,他只听说给男人戴绿帽子,还真是没听说过给女人戴绿帽子的。 算,绝对算,不过,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否则的话,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他老爹要是一怒,我恐怕就得去蹲监狱了。 丁长生强忍着笑说道,千,我爹还是省委书记呢,会怕他,吴雨晨不屑地说道,行行行,你们厉害,到时候你们两家斗起来倒是没事,但是我可就遭殃了,到时候我肯定是作为牺牲品被推出来,哎,政治斗争的事,你不懂,家破人亡的我见多了。 两人出了电影院后,这个时候吴雨晨的手机响了,等会,我哥哥的电话,喂,吴雨晨接通了手机,你在哪儿呢? 吴雨晨开口就问道,隔着电话,吴雨晨都能听到吴雨晨的紧张和不安。我在市区呢,怎么了哥?吴雨晨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爸爸出车祸了,正在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你赶紧过来。 吴雨晨一下子傻了,但是刚刚丁长生已经听到了吴雨晨在电话里的话了,于是还不带吴雨晨说话,路虎车已经像是箭一样窜了出去,而且为了方便,丁长生将自己车上的便携示警报器拿到了路虎车上,于是拿出来放到了车顶上。 丁长生知道吴雨晨此时的心情,所以一路上开得飞快,在闯了五六个红灯之后,终于将吴雨晨送到了医院,但是这个时候,医院里已经急救病房,已经戒严了。 现场虽然很乱,但是丁长生还是一眼就看见了头上包着绷带的柳生生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 再往前就是急救室,此时的吴雨晨就像是困兽一般,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动着。 哥,爸爸怎么样? 吴雨晨上前抓住吴雨晨的胳膊问道,很不好,来的时候都昏过去了,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吴雨晨低声说道,怎么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吴雨晨大喊道,吴雨晨脸色复杂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柳生生,说实话,开始的时候吴雨晨也是很愤怒, 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车上发现的受伤人员中,除了司机死亡,还有两人,一个是吴雨晨的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柳生生。 吴雨晨仿佛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快不向柳生生走去,但是被眼疾手快的丁长生一下子抓住了胳膊,还没等吴雨晨发出声来, 就被丁长生捂住嘴巴带走了,一直到了走廊尽头的拐弯处,丁长生才将吴雨晨放开。 你干什么?你到底是哪头的? 吴雨晨大声问道,为了你父亲的名声,你父亲受伤,本来这件事就够敏感的了, 你还在这里大喊大闹的,岂不是更加地让人看热闹? 我看,这件事没有定论之前,你还是不要做出任何的判断。 你的判断现在是不准确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判断会让你失去理智。 丁长生声音虽然不大,但是质地有声。 小妹,丁长生说得不错,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动,这件事我相信警方会给个答复。 我已经联系万和平了,这件事他亲自负责,放心吧。 吴雨晨不知道自己妹妹怎么会和丁长生在一起,但是现在好像问这个也不合适。 很明显,这件事肯定和柳生生有关系,只是不知道这大白天的吴明安和柳生生在一起干什么,还是去某个地方的路上出了问题。 不过,也好在是白天出的问题,如果是晚上的话,恐怕这件事就更加地说不清楚了。 关于柳生生和吴明安的问题,在江都市流传已久,只是这样涉及到领导的问题。 都只是私底下议论而已,因为如果你不想找麻烦,最好不要过度关注领导的私生活。 丁长生陪着吴雨晨一直待到了晚上九点,这个时候手术室的门被打开了。 大夫一脸疲惫地出了手术室。 大夫,怎么样?吴书记没事吧? 江都市的市长朱沛君焦急地问道。 吴雨晨和吴雨晨也站在医生的面前,但是已经没有勇气开口问了。 手术时间接近八个小时,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手术,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兄妹俩的锐气已经被消耗殆尽。 手术很成功,但是吴书记还需要静养,脑部没问题,但是胸腔受伤比较严重,不过还好。 抢救急时,过了今晚,就出了危险期了,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探视了,现在还不行。 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亲自主刀,总算是将吴明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谢谢你,医生,辛苦了,我代表江都市委市政府感谢你。 朱佩君说着漂亮话,但是有一丝的失望在他的眼底一闪即逝,没有人发现这一点。 雨晴,雨晨,你们放心吧,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朱佩君一手抓着吴雨晴,一手抓着吴雨晨的手说道, 朱阿姨,谢谢你,你先回去吧,这么晚了,我们再待会。 吴雨晨说道,那好,有什么事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会安排的。 朱佩君又安慰了兄妹俩一下,然后带着人就先走了。 剩下的在走廊里还有十几个人,这都是市委办公室的, 自己老板还躺在病房里,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走的,他们的荣辱升迁都在吴明安身上,这样的机会百年难遇,正是需要自己表达忠心的时候, 岂能一走了之呢?听到吴明安没有问题,柳生生也是松了一几口气,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走向了走廊尽头的卫生间,从出事到现在,他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就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这个时候他的精神接近虚脱了。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就在他走向洗手间时,丁长生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然后丁长生就已在洗手间外面的墙壁上,点了一支烟等着他出来,对于吴明安的受伤,丁长生也是感到很好奇。 按说像是吴明安这个级别,应该是属于可以配警卫了,但是好像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警卫出现,而且如果去的地方属于很热闹的地方,车速应该不会那么快,这就是说出车祸的地方不在市区。 那么,柳团长,你好,你还认识我吗? 一看到柳生生出来了,丁长生将烟掐死后扔进了垃圾桶里。 你是?看着面熟,只是现在想不起来了,我今天脑子有点乱。 柳生生看着丁长生是有点面熟,但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丁长生了。 我以前是仲华的秘书,我叫丁长生,和柳团长一起吃过饭,记起来了吗? 丁长生寻寻善诱道,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你是不是白山似的? 对,就是我,柳团长,你没事吧,我认识一个这里的医生,你还是去重新检查一下吧,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 丁长生刚才已经给汪明科打了电话,因为江都市的市委书记受了重伤,所以今晚的第一人民医院,除了妇产科之外,其他科室都加班,谁也说不好给书记检查用用到哪个科室。 哦,谢谢你,不用了,我忍忍就好了。 柳生生显然是不愿意去包扎,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这就是人的一种自虐倾向,借以来抵消自己内心的歉疚。 柳团长,我看你还是去包扎一下吧,而且,恕我直言,你现在也不适合去那边,以免让人引起误会,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什么把柄。 丁长生道,柳生生听到丁长生如此说,猛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丁长生,他看到,丁长生眼里不是商量的意思,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决,也就是说,这件事柳生生没的选择。 虽然自己和吴明安并不认识,也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是毫无疑问自己现在要帮他,主要还是因为吴宇晨,不能刚刚和人家有关系,就把定跑掉,这是不符合丁长生的脾性的。 他知道,以吴明安的身份,没有人点头,肯定不会有人在媒体上胡说八道,可是中南省的媒体不会,外省的媒体呢?网络呢?主要这件事吵起来,那会对吴明安非常的不利。 很多事都是不能不防的,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是一个阴谋,但是丁长生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论者,出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这是最先排除的一环。 而现在,吴明安昏迷不醒,如果柳生生继续待在现场,那么很可能就会被人利用。 朱佩君下了楼,坐进了自己的奥迪车,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这个时候手机响了,看了看号码,对司机说道,你先出去一下。 司机碰的一声关上门后,向远处走了十多米,这个时候朱佩君才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电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抢救过来了,真是一群笨蛋,你的人是怎么做事的? 朱佩君在电话里吼道,汪医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因为意外,摔了一下,你看着给找个人看一看,包扎一下吧。 刚才我看着包扎得不是很仔细。 丁长生带着柳生生到了汪明科的办公室说道, 好,过来吧,我马上安排人给你重新看看。 汪明科一看到丁长生,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虽然在内心里对丁长生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 可是看到柳生生时,女人的嫉妒心就起来了。 看着柳生生被小护士带着去医务室包扎了, 汪明科看了丁长生一眼说道, 丁局长好手段啊,这样的货色也能搞到手,不简单吗? 丁长生听出了汪明科话里的酸意,说道, 哎哎,可不要乱说,这个女人可不是我的, 不知道楼上正在干什么吗?一起的。 哦,吴书记的眼光也不错嘛。 你去哪儿了?这么久。 吴雨晨好久没看见丁长生从厕所里出来, 一见到他就问道, 我去安排柳生生了,他在这里不合适, 我想待会可能有其他的领导过来。 他待在这里不合适。 丁长生小声道, 这个贱女人,等这件事过去之后, 我绕不了她。 吴雨晨咬牙切齿道, 根据我的观察, 这件事和他应该没关系, 先把你爸爸这一关过去再说吧。 丁长生生怕吴雨晨再生出什么事来, 赶紧叮嘱道,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不过,你先回去吧, 这里没事了, 有这些人在,应该是没事的。 吴雨晨道, 没事,我今晚陪你吧, 这个时候,你要保重身体, 恐怕过段时间你还得伺候你爸爸。 丁长生说道, 朱佩军这一个电话就打了十多分钟,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这让他感到很疲惫, 看来自己真的老了,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吴明安这个老家伙运气这么好, 居然没能弄死他。 朱市长, 本来我们想用别的方式, 但是你不同意, 所以没办法, 车祸这样的事本来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件事虽然出了意外, 可是也在意料之中。 可是他不死, 那么大的事, 我还是没办法做主, 这件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朱佩军生气地说道, 朱市长, 不要说气话了, 我看即便是他不在, 估计你们上面也会考虑换人了, 我想, 省里是不会考虑让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在医院里办一年工吧, 所以, 我们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再说了, 你儿子在外面留学也需要钱, 这些都没有用你的钱吧。 你, 你不要气人太甚。 朱佩军一听对方提到自己的儿子, 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好了, 这期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继续。